有不少的花友说老花姨我在种花的时候用了大量的有机肥 怎么没有什么效果呢 我在这里外想问一下在座的花友 你们对于有机肥的一个理解是什么 什么叫有机肥啊 你们理解的 有话说粪肥 叫有机肥 那我问你一下那个树叶子被完全发酵腐熟了以后 算不算有机肥 那也算呀 有机肥它对于植物来说这个东西你怎么理解呢 就给你打这么个比方说吧 小灰 你吃上一天吃十斤菠菜 连续吃十天你觉得你还有力气吗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就是植物对于有机肥 它就像人吃蔬菜差不多的一个道理 它不能给你提供多少力气 它只是补充了很多的那些个 稀缺的微量的一些个 比方植物合成不了的一些个东西 你最重要的这个植物你还是需要什么呢 第一阳光 阳光会给它提供一些化学能 第二呢你也要给一些个肥料 对吧 给一些个蛋里甲这些个有机肥这个东西 不是说不好 是挺好的 有机肥对于植物来说主要是什么呢 维持这个土壤啊 盆土里面的这个菌群的稳定性 什么叫菌群 就像人一样有肠道 肠道里面不也有菌吗 它是帮助植物吸收和消化食物的 你像你盆里面又没营养 你光胀在有机肥上 除非说是你用的那个 那种比较优质的粪肥 发酵完全发酵复仇的 对吧 再加点骨粉啊 再加点这种 你比方说烂七八糟的这些个 动物的 指甲啊 就是那种鱼蹄子羊蹄子这些个 又或者是弄几条死鱼 鱼肠肥这些个 那种呕出来的 有劲 你那有机肥我怀疑 可能是粘土 好了 别的没啥了 再说了植物的根系 你还得长到下边才能吸收 模模糊糊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听不懂的 留言回复 到时候下期不幸再给你们捋一遍 我是龙华一 养华最转意 来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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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